云州商界之首宋氏集团自研龙心上市 技术层面在国际遥遥迷迹 因此遭到全球十大财团严密制裁 截至目前为止 宋氏集团不止以暴跌百亿 危在旦兴 交出龙心计成为我们的附庸 我代表十大财团放送一条生命 龙心是大言腾飞的关键 无论你们开出什么条件 我学得不用书 我的赖心有限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提醒你们一句 如果这次还拒绝 你们的下场应该清楚 宋总 郑守府府军婚下长柴时 腹地百多这几年长住云州 如果要是能请动他出来的话 那还不快去请 郑守府长命长柴正全了 你去请买 因为你都没有一个 宋总 与江家为首的四大集团 联合了云州所有递流家族 发来了合作解约网 股价可以崩盘了 不要 宋总 我们现在是四面楚歌 历史之局 不能再多了 宋总 赶快下决定吧 收 搞定 宋次宋总是吧 请不求好了 麻烦给我结一下分子吧 连一个修理工都敢欺负到我的同事 看来我宋氏真是山穷水迹 你不落平衍 林开长 少浪费我的时间 你孝顺 我笑堂堂宋氏明珠天之交 养了一群酒囊饭袋 居然被十大财团逼得走投无路 你太不重 你算什么东西 别敢笑话我们宋总 你找我起来 实话实说而已 大言尊严不容侵犯 十大财团狼子野心 跟他们浪费口 你吓一下 你就该像倒垃圾一样 把赶出大地 把拯救股市的资金 全部用来开发龙氏 置之死地而获胜 才是宋氏的存国之道 羞辱十大财团 勇气可加 不过 就你这个穷砖样 根本就不到我家主 黑米萨达拥有怎样的群职 现在 说出你想要的食用 我整群 啊 在平渊面前高高展现 还不够格 好多的胆子 滚出大言 公主大 知道这路的后果 你以为你是谁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主人讨话 闭嘴 那你给我捆回来 刚不准在燃之大烟的一切 尤其是龙氏 是 主人 你怎么会我家 对不起 我们走 宋氏 剩下的问题 打这个电话 报我的名字 一分钟内就会迎刃而去 谁知道你是不是骗 反败为胜 一步登天的机会 招纵即使 不是谁都有资格 能得到我给予的逆天改命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一个小人物而已 现在可以给我解工资了 宋氏若能度过危机 必将豁而后立 傲施大言商界 我可以高薪聘请你为 高级不问世 不知 我既然能让宋氏 起死回生扶妖之上 那你觉得 我会在什么 带他去财务部 去 去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宋主 长财使吓到了赵令 宣布 对宋氏 注资 五百亿 地址农军 而且啊 十大财传下的 全都解除了制裁 你说什么 我们宋氏 这回有救了 我们还真是有眼无足啊 不知刚才 怎么能当面啊 没想到那个人 竟然跟长财使 起这么大的关系 查都用一切资源 二十四小时之内 我要知道他的全部信息 好 好 这首股归下长财使 拜见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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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辅君 属下得知您结束归隐 护送异国契运山河起入营州 请您回归 主持镇首府大局 西域三十六国 百万假释尽福诸 你们三个足以掌控权局 何去我出事 对于宋氏的事 十大财团之主黑明大 送上千语 作为陪礼 希望您能息怒 饶恕他的罪过 夏家马上上市 就当做见面礼 送给他们 您是要公布身份 为夏家扬威 夏家地位如蝼蚁 青州幼莹车祸 坐了轮椅六年 我怕伤他自尊 所以隐姓埋名 祝夏家为序 暗中为他治疗 现在他马上就要痊愈 应该接受我也没什么压力了 可夏家这些年自势甚高 是您用牛马 就算有云的暗中扶持 夏家才从一见墨流 成为云州一流家族 简直是朽木难掉 毫无法定 说到底 他根本不配迎接林赐予的宏图伟业 夏家不配 但青竹配我给他的一起 当年若不是他救我 哪有今天了 去办吧 遵命 宋总 涨台时五百亿资金入赌 截止今天抽盘 咱们的股价起此回生 已经涨停了 宋总 您让我查到这一句查到 那位帮助宋志力挽黄兰的 林渊林先生 是夏家的最续 我夏家对他 甚至有朝康 甚至有气续之念 夏家 夏清竹 有眼无主 背车 去船市凤冠霞佩衣 登门下家 是 老婆我回来 别 你在干什么 圣主啊 这个就是你那个入赘的无能战火林 是吧 你是谁 你居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也对 你档子太低了 怎么可能知道我是谁呢 他自我介绍一下 云州 百家排名第二 江家 是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个更加尊贵的事 长财使麾下 震首 我也去 江家 长财使的 不错 陈萌长财使大人的后卫 清风我为云州镇守府千夫长 今天我来呢 就是要 清守之号 清守他的双位 过了五十 清竹自然会在轮椅上站起来 你只会添乱 而且还很爱 林渊 出去 死了 林渊 骄傲只是说几句实话而已 看我在轮椅上坐一辈子 你才开心吗 我说过 过了今天你一定会 同样的话 我不知道已经听了多少遍了 有意思吗 林渊 你总说让我相信你 可结果呢 又是什么 清主 这个废物肯定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啊 他才会用那些花言巧语来哄骗你 不然的话 他上哪去吃软饭呀 是不是呀 没有办法 像你这样的废物 林渊兄太重了 吓你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 镇守三十 掌财使富可敌国 掌命使一束不胜 这便是我足足砸了二十 草包在黑时拍卖会上拍卖的 掌命使所炼制的天命丹残葬 千主 只要你把它扶下 你就会和正常人一样 心不自如 来 神主 是假的 我吃了避赠算性 够了 我不会再相信你 慢点 谢谢你 小子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这 你不会觉得平渊大头买来的一粒两料就能治好清竹的鬼 说什么 渊大头 行 不肯承认自己的无能是吧 只会无脑的诋毁别人 质疑别人的能力 用来满足你这种虚荣性的非 我见得太无脑了 是吧 记住 让你见笑了 请主 这都是他一面 要不是我为你疏通筋脉 这就是掌命使的人 你的腿也不会 够了林渊 你说够了没有 我现在站起来了 不求你为我开心 但至少不能自以为是 甚至是为了面子 否定就要为我做的付出 不仅抢走别人的功劳 还要泼一身脏水 这样的心胸 这样肮脏的心思 真的很可耻 你女子都很清寒 肮脏 可耻 在你眼里 我就这么不堪 你真的让我失望到绝望 签了吧 你要跟我离婚 签了字 我也就彻底解脱了 六年照顾 不起别人一句谎言 所以 站起来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扔掉我真好的账 对啊 对啊 我下庆祝从来都不需要拐档 而你也成不了我的拐档 六年了 你们这点字 就真明都没有吗 好 我知道你说这些 是想让我心怀愧欠 三千万 签的字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亏欠你什么的 婚姻 感情 在你眼里 就是一场交易 林渊 这几年 我拖着残疾之躯 让夏家 站上云州一流 在我没日没夜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再这样纠缠下去 只会让我说起对你最后的怜悯 整个云州也不会有你的容身之处 你为什么就不能认清楚现实呢 认不清现实的是你下青骨 李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我为妻 你是谁 竟敢 我是谁 就凭你下家 还不配过问 今日我只为林渊 我只为林渊先生 一人而来 放眼整个云州 想不到还真有人 像这个一无是处的窝囊废囚的 真是让我答应 如果他一无是处 那你们江家 夏家 还有云州百族 尚步如渺小 如尘埃的楼 林渊 所以这就是你的底气是吗 你觉得我背叛了婚姻 那现在呢 你又在做什么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 夏青骨 没想到 你与林渊先生结婚六年 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 他的傲务 但凡你肯舍得了解他一点 就不会做出离婚 这种愚昧而有无知的决定 层次不同 再度的了解 别吃浪费 收起你作为夏家掌舵人的高贵 你也不想想 自从林渊入阶 你们夏家 才从濒临破产的小门小户 一夜成为云州一流险贵 而这其中的关键 作为旁观者我都看得清 放屁 夏家之所以能有经历 全靠清楚一个人出类拔粹 要偶心力气 跟这个废物有什么关系 我不管你是谁 你是什么身 在云州 得罪夏家 得罪江家 为他撑腰 你就是自寻 你们就这么看不起他 也看不起我 一切只是他就由自取罢了 如果我是云州之首的宋慈呢 竟然是 为什么不能是我 想不到堂堂 云州之首 眼下去要解别人不要的拉起 简直就是有人 我差点给忘了 宋氏灭亡在即 现在你这个丧家之 和这个窝张费 还真是天早地盛 把你推得狠 李渊 这外人之首 比我不心转意 也不是让我拿开没有意义 拿好补偿 别再给夏家丢脸 鸟兽上之不软 何况一个坐轮椅 足足被照顾六年的人 夏青竹 你的心够冷 冲狠 让你们失望了 就在我来这之前 得临渊相助 宋氏危机遗解 宋氏仍是云州的一片天 宋氏一天孤岛 而等皆为脚下沉 对我落井下石 尚且办不到的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 堵毁临渊 以我对他的了解 绝对不可能 喂 夏总 长财使宣布 宋氏注资五百亿 我们要赶紧撤回解约函 好 所以 你拍上了宋氏这个高知 故意等着看我笑话 好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是吗 那你笑话 你连这点心思都不肯承认吗 既然你这么想 好 等你遭到凡事双腿废弃的伤 别怪我 孤子们夫妻情分 就凭你 我实话跟你说了 现在的夏家有我江家庇佑护士 你才是最后看着清楚腾飞的那个无限伪恨的事 江家算什么东西 够了 狂妄自大装腔作势 你纠缠的样子让我觉得恶心 我更不会后悔跟你离婚 没有你 夏家将去除糟糠 走向真正的荣光万丈 小谷六年也算我仁至义精 从现在起 我恩断义劝你 请主 不用打理 只要过了今晚 你就会代替宋慈 成为余队整个商界的女儿 你意思是 眼下宋慈和夏家同属一个商业礼遇 我已经和四大集团打了烧火 他们已经决定 一致支持夏家 你想 到时候你掌握了龙氏地手 扳倒宋慈 公司成功上市之后 夏家 将会迎来怎样的土碑 不用 那 就谢谢长少了 夫君 龙居浅迟非常久之道 如今您跟夏亲主已经离婚 是否收回给予夏家的一切 启程回归地金 一切照旧 还有一事 以江家为首的四大集团 动用了一些拙劣又下作的商业手段 企图在宋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燃指龙心 是吗 那 把山河洗送去 宁州的天 能寄开云 改参策 是 宋总 您亲自求婚 那个里面都敢无事 也太不适抬举 是我还不足以站在他的身边 今夜过后 过去 能站上他的高度 我知道 在场的诸位 对于龙心的来由抱有疑虑 有人认为这是偷来的 那我想请诸位好好想一想 如果国外拥有这项技术 那十大财团有必要封了一样的强取豪夺吗 我宋市赌上云州之首的基业 才力保龙心归属大爷 这 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底气 以宋市的体谅 想让龙心造福设计 必定困难重重举步为奸 既然宋总有心为大爷做贡献 那么为什么把龙心技术共享出来呢 难道宋市是想搞商业垄断吗 不用解释了 宋市 你就是在搞商业垄断 什么时候 区区江家就敢定义我宿市 江家不够 那我四大集团 如何呀 宋市 这为国舍命之名 大行商业垄断之举 就不怕成为大爷的千古罪人吗 你们这是污蔑 污蔑与否取决于宋总的态度 以宋市现在的体能 只会来莫容心 只有把技术分享出来 大家一起共同发展 这样既能让大爷飞黄腾挡 也能细心你宋市的潜移 不是吗 说得好 以宋总的心胸 将帝不会拒绝吧 佩服佩服 商业纵横不如我 道德绑架这一趟 让你们是玩的花样板出 可惜 无论是下家 还是四大集团 都不配拥有荣心 停 好啊 宋市 你一孤心可以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奉劝 但是 如果这是掌财使大人的意思 掌财使的意思 没错 不然你以为 就凭你们即将破败的宋市 何德何能 能得到掌财使大人 五百亿的注资 胡说八道 歪曲事实的明明是你们才对 掌财使之最注资 明明是因为 秀啊 以你们宋市狭隘的心胸 岂能揣测掌财使大人的眼界和思想 好好想想吧 你宋市独占农心 那是断了我们云州百族的生物 如果还不是台军 那云州百族会不会恨你恨宋市呢 不错 虽然你们宋市是咱们云州之首 但是群虫尚能够薄虎 何况我们云州百家的身后 站的可是掌财使大人这条巨龙 能够翻云覆雨 若不答应 想必就算我不说 你也知道你们宋市的下场该如何了 四大集团云州百族的威胁 我会在乎 放眼云州只有一人 让我心甘情愿的交出龙信 你们根本没有自我 宋市刚愎自用 对你百害而无一利 夏清主 你这么着急的想取代我的位置 就不怕引火上升吗 宋市啊宋市 你和那个林渊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都是毫无自知之明 都看不清现在是什么形式了 清主现在由我将傲不耻 你说说长财使他老人家 是相信你这样一个外人 还是我们自 清主 不用理他 过了今天晚上 夏家必定腾飞 而宋家也必定对你忘了 夏家兵胜不了 林先生您怎么来了 事情因我而起 也该因我而结束 该是你了 谁也瞧不了 口气好大呀 你该不会想说 决定龙心归属的人 是什么 不可以吗 我说师父 你把林渊这个锅囊被推到台面上 然后我们作对 我真的没有证明 因为他的层次太低 要是闹到长财使那里 你们送家 吃不了 蹲着走 我偏要与你们作对呢 林渊啊 说你是毫无自知之明的第一人 我想放眼整个云州 也不会有人反对 林渊 满城权贵 灌溉云集 谁也不能阻止我们阻止下家登顶 而立顶宋死 立顶宋家 已经犯下了不赦之罪 不赦之罪 是问云州满城权贵 谁能问罪 是你 是你吗 还是 陈无忌 大胆 敢直呼 长财使大人的真名 而且还敢立顶宋家 破坏他老人家 对于云州从建的计划 我看呀 想用你的这条戒命 安抚他老人家之怒 挥手而移 想要我的命 你的权势不配 排名第五的楚家不配 那再加上我排名第四的钱家呢 有以而以 再加上我排名第三的万家 还有我排名第二的江家 有区别吗 好好好 自大集团不配 那我们云州百足呢 叫什么 浮游汉大树 可笑不自量 你们这群乌合之众 加起来还不如浮游 如何以权势 好 晴天大树 林渊 自不量力的人是你 你知不知道 百足震怒 云州的天都要崩 你以性命为代价 只是为了逞强 为了维护你的尊严 你知不知道这很可笑 落下赔罪 江澳和云州百足以释押我 为什么我要下落 该跪是他们 该跪是他们 我什么时候教训 前妻 下架长多人 有趋劲吗 林渊 我本以为离婚之后 你会清醒 会反思 会支持后勇 洗尽千华 可是我们讲的 是我看错了 依赖就是依赖 你永远都扶不上枪 我知道 诸位都觉得 我是坐井观天之蛙 嗯 你也有自知证明吗 那对你层次 见识不够 不要紧 倘若有天你们侥幸 成为大银数一数二的不朽世家 就会见独见神 我承认 云州这块地方藏了物 偶尔冒出来一个 无视我们江甲和四大兵团的高人 也是正确 但是 敢不把云州百足放在典里的人 你是第一个 同时 是最后的 说吧 现在你死到临头了 你哪个勇气 敢和我们整个云州为敌 想知道我的底气何在是 东西 马上就到 好 我倒看看你这个窝囊费 到底能有什么东西 我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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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白政国众计 是在在讲才室背后的人的信物 难道是那万人之上 执掌天下权的武军 不错 山河洗线父亲降临 预示着从不已经容世人的府军大人 在场诸位今天都能见得着 而你马上就会被府军大人一邪即洗 想法很好 不巧 是我让人送到的山河 你说他们全是鸭武 对我而言是种龙境 那现在谁可辱我 笑话 山河洗明明就是府军大人的信仪 是府军大人卖了江少的面子 把山河洗送来住镇 住夏家登顶的 与你有什么关系 她的面子 那不然呢 如果你真的跟府军大人有什么关系的话 你怎么会在夏家白白吃了六年的软饭 我看你呀是胡家虎为装腔做事 不过这也依然改变不了你是一个窝囊废的事实 江少谢谢你在背后一直默默支持我 我 你该打执 你笑什么 我笑他们愚昧无尊 笑是非不分 也不想想江家算什么东西能请来山河洗 既然你到现在都看不清楚我是什么人 那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要死啊你 是吗 国之重器置于我手 云州满城天贵 今天谁能要我的位 你下犯上 你还不赶紧跪下来谢罪 山河洗象征着整个大眼至高无上的权力 更是我们府军大人的心 决定着整个云州的生死 就凭你也敢亵渎他 你又怎么确信 我不是那位掌握生杀与夺大权的府军呢 以介茂府军之名 可以让全场去宋氏撑腰 我看你根本不知道犯了几个万产书 宋氏也会被你原类 从世间出名 宋总 局势对宋氏如此不利 不如 林渊的为人处事 轮不着你们质疑 你们也不配质疑 同样 宋氏的存亡与否 也用不着你们来操心 今夜我宋子与林渊共进退 同生死 宋子 我没想到你堂堂云州第一 居然把急往急迫在这个废墟的身上 甚至还要为他陪葬 但是你这场好赌 肃定需要以坦败收尾 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个废物是真心实意的想来帮你吧 我告诉你 他是被清竹抛弃了 所以想报复毁了清竹 而且 无论是龙心还是你们宋氏 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知道宋氏 你被他利用浑然不知 我们对你好言相卷 你不以孤 你维护于他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别怪我们几个 今日就为府军马前卒灭了你们宋氏满门 马前卒 你们配吗 够了 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非要等到府军降临 叫你问罪臭者才可满意吗 我知道 你不接受我跟你离婚 但是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就算不能痛改前非 但至少认清现实不可以吗 以你对我的偏见 你也理解不了我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 更理解不了江澳这些人是如何利用 如果说你非要把这里闹到天翻地覆 歪曲江澳对我的心意 甚至冒充府军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 你的算盘打空了 什么意思 三天之后 我将嫁给江澳为妻 庆祝啊 罗姨 这里是错误离婚的真正目的 你也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希望你认清的是 破镜难缘覆水难收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也给不起 幽静想要什么 财势还是帝 为了执行你本该唾手可得的东西 连六年的感情都能实现 夏庆祝根本不知道和我在一起 意味着多大的攀附与疏弱 你还有资格对殊辱 良情尚且之责目而息 更何况是青竹这一只 马上就要一飞冲天的真凤华 林渊 等府军降云之后 宣布龙心归属青竹 夏甲必定会如日中天 而你 六月对主军错过杨归 连青竹问鼎云中之间的那一天的正顶 你都超不见 林渊 我养了你六年我的决定 你最没资格制裁到死 便在附近一场向云州百族磕头道歉 不让他们饶你 别再自语为事 不用你试试 很快 他们就磕头写罪 对 县州 你干嘛要饶了这个无能费啊 就算你想饶了他 但是云州百族可能放过这个胆敢亵渎抚军信物的费物吗 而且也不可能放住住为虐的宋氏 林渊 既然你非要一意不行 那我无话可说 话清界限 你好自能知 宋氏 现在还来得及动 无论是何命运 宋氏一一奉陪 绝不会让林先生成为弃子 好 那就陪我看着云州天翻地覆吧 还有你们 之前一个个都要问罪于我 一分钟后 别后悔 我看林渊你这小子是真是不见棺材的不落泪啊 OK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就亲手把你送进棺材 一批抚军大人的雷霆制度 来人 把他的手和甲给我剁下来 什么都到时候 妨碍长才是大人驾到 妨碍长才是大人驾到 将好好大户 西区 快快快快 你还不去 今夜 说你 一切都没什么 属下云州镇政府前夫长江澳 拜见长才是大人 云州百族 拜见长才是大人 今夜是宋氏的龙心发布会 你们四大集团以及云州上下 这是做什么 大人 我们正在要求 我们正在确认说宋氏交出龙心 可他们一股小聚不共享 还请了那个垃圾 这是共识 垃圾 是 大人 我知道您为宋氏做之 为了布局云州 所以属下斗胆 为您找了一位可靠的龙台 为您执掌龙心 龙州下家下厅竹 拜见长才是大人 大人 下厅竹 商业天赋多久 一残子之身 不过七处六年 就将下达不到龙州一流海 我相信 只要您肯给他机会 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成为您最得力的助手 是吗 我怎么听说 下家今天的一切 都是下家的女婿 真的 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大人 您想 一个碌碌无微的蝼蚁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做这种事情 而且 就在刚刚 这小子为了报复下家 居然 蝎毒了 府军的禁物 论罪 他万死然此其咎 大人您放心 他的尸宠 我们定会妥善处理 您就等着瞧好吧 照这样说 我还要领你们的行 对 对 这种大分裂知识何德何能 林云 快来向掌材士大人赔罪 别再自误了 赔罪 你问问陈无忌 他敢受我一礼吗 小子 你今天必死无疑 大人 找死的是你 滚开 滚开 大言镇首府 麾下掌材士陈无忌 拜见不君 怪不得他无事实大财官 掌材士甘心听力 原来竟是万人之上 大人群世之爹 起来吧 大人 你肯定搞错了 他怎么可能会是府军呢 你也配置疑府军的身份 掌材士陈无忌 府军 属下管教云州百租不利 请允许属下将功不过 一一发落其不敬之罪 此事便交由你决断吧 注册宋史乃是府军亲自下发的照片 龙心也为纵事独有 你们何来的胆子敢胡乱揣测本使之意 行强取好多之子 蒋傲 你说屡屡受我倚重 位居云州镇首府千夫长 可别说千夫长 就是万夫长多孔 上不足为我安全马后 你又算什么东西 敢借我的事 蒋傲万死 借我的事不算 还敢宣称居居下家能够替代宋氏 助我不居云州 更是死不足夕 找那个大人 下家 你是说下家配得上这份荣耀 你也不想想 你凭什么以六年的时间 胜过别人几代人的纪录 不要上今天 你要真的天资卓越 当年的下家 至于濒临破产 所以 要不是府军必有暗中扶持 下家早就亡了 何来的今天 您是是明渊 若不是府军帮你还能有谁 这六年你对府军视若无误 要不是念在你是府军的前妻 我早就 行了 明渊 事到如今 你不该好好解释一下吗 有我再无关 何须向你解释 再说 哪怕我说了 你说 你说 好 我告诉你 因为我是普军 所以次下家荣耀一义堪解 所以知山河喜 位居万人之上 所以云周满城权贵 便不是聊天之店 所以陈无忌在我面前捕手称臣 这件事 你满意吗 可是 可是这些都不是应该欺骗我 隐瞒我的理由啊 人心中的成见就如一座大山 非神明不可憾 夏庆祝 事实就摆在眼前 可你的本能反应 还是趾高气昂的质问林先生 不懂得感恩 你还想让他给你解释什么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只要他肯说 我就一定会相信的 就算你信 信得不是我 是信批在我身上的至高权势 是信我执掌的大言镇首封辅军之位 你 早已吃瓜董病的以前 你说夏家没有我将会无比兴盛 那我们就看看再无我的暗中扶持 夏家将会走到什么地 还有你们 之前一个个事要问罪于我 现在 陈无尽 你说说 我该如何责罚他们开好 按律当斩 按律当斩 四大集团 自云州除名 云州除名 夫君 你这是 丝毫不给我们一条活路 夫君 放死 如今的下场 已经是夫君开恩 还想忘却 那本使祝你们有足可好 对对对对对 我们认 我们认了 明白了 有言不准 我 我还改变认了吗 我签签认 江亿 别不了 丁月 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算你是府君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如果有你的资源和权势 我比你强百倍千倍 是 我今天是输了 但我不是输给你 我是输给老天爷他不长远 要说要过 你随便吧 你说我们层次不同 算话没错 真龙从不与蝼蚁当作对手 不把蝼蚁的出言无状当作挑衅 你不服 我给你时间追赶我的高度 直到 敬我如敬神 滚 林先生慢走 这回咱们算是彻底完蛋了 姜郎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干的好事 换作是你 你能知道 林渊这个气势 他就是刚刚算上的主题吗 好了好了 这回要求人江少集中生事 咱们还有命回来吗 当今自尽 只有自毁基业了 毁什么基业 咱们都被那个窝囊费给骗了 说吧 是谁未经我允许 下了府军赵令 是我 是掌军事 叶青城 府军您消失六名 镇守府群伦无首 常用萧小试探您的生死 掌军事这才不得不冒名顶听 坐镇地精 也罢 随他胡闹 在他驾临云州之前 让外界称我为先生 圆了这个话 对了 还有一句 宋慈 她是地精宋家家主的嫡长孙女 宋家继承人 如果当年您不曾被林家追杀 失去继承人的地位 按理 她是您又日后期 她是宋叔叔的 对 六年前 宋皇意外去世 宋慈也是那个时候来到云州 一手缔造宋氏 意图与地精宋氏 分庭抗礼 无论是宋家还是林家 都以为您早已生死 所以 才改了她的林渊对象 而那边 林渊如主的属性痛恨 是他 说林渊不是府军 他这个废股 当然不是 可这 长财使对他毕恭毕敬 还有那山河喜 在都是假的 统统都是假的 我们阶级不够 所以地军当中的御秘 我们不知道 府军大人 他根本就不喜欢别人对他勾于奉承 所以他扶持了一位傀儡 一位替身 把他推到台面上来 专门处理俗事 林渊 想你就是那个幸运而榜了 这也恰恰就能解释 为什么林渊 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 他不敢 他没有这个权利 他一直都在狐家虎威 狗仗人事 你这消息有几分可靠 我们可真的不能再冒险了 你知不知道 给我这个消息的人 是谁 谁 帝金林家的唯一进城 是帝金林家 你们也都知道 这林家环顾整个大言 那可是仅次于三大世家之下 排名第四 所以你们说这消息 可靠不可靠 而且 我还知道 张聂志大人 麾下的一位大人物 得知死之后 非常生气 现在他和林少爷 一起来余多的路上 妙致他的 之类 所以眼下当务之急 是要以最快的速度 挽回清主的心意 不然的话如果让事情发展下去 下假 势力会一蹶不振 清主也会成为 这个大言的效果 那江少有何高见 清主啊 不知道 你之前说过要嫁给我这事 还不如吗 我说过的话 永不反悔 便对人作数 好 郡主 我会定下天书新功 作为我们婚礼的场子 届时 你会在云州百族的布施之下 发出万丈光芒啊 是云州第一 天书新功 江少 大手笔啊 哎 这些嘛都是小意思吧 郡主 咱们完婚之后 我带你去拜访林苍先生 而且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林先生会在咱们成婚之后 大力服务书夏家主持 夏家上市一帜 到那个时候你想想 夏家一定会月出云州这块小池塘 未来成就 不可限量 好 林 为了夏家 我什么都可以牺牲 我会让你知道 夏家的崛起跟他毫无关系 那 秦主啊 我和楚总他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商量 看要不 各位 那秦主 先行告退 这夏家烂泥扶不上墙 这林少爷怎么会亲自为夏家举办上市敲钟仪式呢 有了林家的相助 夏家上市之后必定会分定宋市的仪器 你想想到那时 无论是龙心技术还是长财使大人注资的那五百亿 表面上看说是夏家 其实嘛 那还不是林少爷手中的郎中之物啊 也就是说这夏家 这是一个资产转移的 魁蕾 不军 三大不久世家的叶家家主 为了表示掌权使胡闹的歉意 提前来到了云州 并送上天书星宫为礼 也罢了 他的院 将要与您的前妻夏清竹的婚礼 不知您是何想法 将要敢送 那我就一定要去一趟好了 虽然和夏清竹再无关系 但是空手而去 终归是失了理解 准备准备 也算了解六年来的恩人医院员 是 恭喜江少 恭喜恭喜 三位 快入座 快入座 不愧是云州第一啊 江少今日大婚 必被全称祖墓啊 这可都是周经里卖我面 是吧 周经 地经业家下了令 马上要把天书星宫 转送给一位来历惊人的大人 所以啊 过了今天 这里就彻底封闭 不再对外开放了 江家也算是捡了个漏吧 还有这种事情啊 不知是什么人能让业家如此 那位的身份我也不配知道 既然宾客齐聚 那我也就不便叨扰张家的喜事了 啊 周经理啊 辛苦了 啊 辛苦 恭喜恭喜啊 一时以后新娘入场 江二先生 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健康或者疾病 你都愿意娶夏清竹小姐为妻吗 我愿意 夏清竹小姐 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健康或者疾病 你都愿意嫁给江澳先生为妻吗 请主 是到如今你还犹豫什么 我愿 抱歉 我来晚了 林渊 你这个窝囊废 他怎么干来这 醒了 你还不配来这 还不快过来 我去什么地方 还需要你夏家的允许吗 你少在这装逼冲昂 你来这儿搅局 不就是想破坏青竹的婚礼 发现 我们夏家对你设计的不满吗 搅局 你夏家值得我这么做吗 你跟一个气势动漏 叫我夏家身家 林渊 我知道你跑到这来 胡作非为的底气 是府军的替身 但此事已经传遍云州上下 说在胡搅蛮缠 只会丢了府军的脸 落到那个地步 你的死活 不用我求 你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我还以为女人新竹离婚以后 有多大的本事 不过就是狗仗人事虚留 拍马的废 我们夏家养了李绿宇 你不知道港岸也就算了 居然还想报复青竹 自己说说 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看来你们都误会我了 误会 事实就搬在免钱 你给我说误会 我今天之所以来 是因为骄傲不知死活 给我送了请柬 放屁 张寿怎么可能 闭嘴 不如你自己问了骄傲 他想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 真是青竹根 想上到请柬 没错 这请柬 的确是我给她的 李绿 我原本以为 你看到这请柬之后 会羞愧的滚出宇宙 可是我没想到 你真是不要脸赶过来 蹭屎子 怎么 你以为 我们会毕恭毕敬的出来迎接你 简直一向天开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握不成 想劫持 狠压全场 为自己争面子 做梦 漂亮 小丑发了 一夜不见 四大集团威风了不少 忘了跪下求我放你们一条生路的那副丑态了 还是说 想让我帮你们回回 林渊你够了 我说过不要再纠缠我了 请你出去 至少你能保住最后的颜面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我丢人现眼 难道不是吗 夏庆祝 恐怕你还没有看清楚 你 现在已经不值得我在纠缠了 你 庆祝 既然他想过来蹭吃蹭喝 那就让他蹭吧 反正我们又不查这一顿 全当是 打扮你这个叫花 小队 你想入席 没问题 请问你入席的资格是什么 入席还有资格一说 当然 今天那可是云城满城权贵 给我将傲和大婚之喜 送礼过一者 入上子 送礼过千万者 入中左 送礼过百万 入下子 可你妈 连做门头的资格都没有吧 还有脸在这里装 礼 我是贝 就怕拿出来 压得在座所有人的礼 接近矮然失色 笑话 现在是有那么点身份地位了哈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是不清楚我们云州权贵的实力吧 既然呀你不知天高地厚 那就睁大你的眼睛 给我好好拆拆 云州主家 送汤城一品 豪宅一套 价值 一亿八千万 云州前家 送帝王绿 玻璃主 龙凤城墙 第一块 价值 两亿六千万 云州万家 送劳斯莱斯 专属定制豪斯一辆 价值 三个一 八手笔 八手笔呀 是啊 这才是云州顶级四家的豪气啊 并非夏家 索隆比尼啊 这些大礼 都是看在江少的面子 清竹 终于驾顿人了 看到了吧 这些东西的价值 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而且这些 跟咱们现场其他来宾送的大礼相比 这是九牛饮楼而已 自己算算 大家送一块 夹起来 二三十 这都是大家抬爱我呀 小子 那你背的什么礼呀 如何能够横压全场 既然你们自取其辱 这便是我背的理 我倒要好好看看 你能送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哎不是 李渊 你刚才吹牛吹了这么半天 我还真以为你能送出什么宝贝出来 没想到你就送个这么个破铜钱出来啊 江少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 这最贵的古铜钱 放在拍卖会上 还是能够拍个几百万的 几百万 几百万放现在还他妈能赚钱啊 而且你看啊 这铜钱上什么字也没有 说吧 林渊 是从哪个地摊上偷来的呀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年白 你说你包了一两万的现金红包还算说的 结果整这么一个破头发 别说现在了 就是隔几百年前这破玩意儿也买不来一个松馒头 你就想做这么个破烂玩的家小姐 就想压我们一头啊 哈哈哈哈 有何不可 今天在座的 所有的送的礼 加一块二三十个银 都是常人梦寐以求 求之不得的稀释不劲 而你呢 送的多少价值啊 又如何稀缺呢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我笑诸位有眼无珠 此物乃镇国宝钱 世上仅此一枚 这鱼值多少钱吗 无价 无价 哈哈哈哈 大家听听 听听 什么叫纯牛不打草稿 这就是了 还什么镇国宝钱 我怎么不知道 大爷还有这等无价之宝 层次不够 咕噜寡闻 也不足为奇 不是 你说什么 你说我孤陆寡闻 你哪来的脸啊 还是说 你以为云州的满城权贵 都是傻子 你说什么 记着吗 我看这自取其辱的人 是你自己 你这个白眼了 在我们夏家白吃白喝六年 现在还要害我们夏家 你到底是不是人呢 害 擅闯大会 试图搏外林家联育 是害 解送礼之名 辱效满城权贵 不是夏家 喊道 不是害 就像我们夏家 养一条狗 也知道感恩 你呢 简直就是 中国 不如 动动你们的狗脑 我应邀而来 是骄傲送我情景 何来善传 至于这镇国宝钱 送骄傲你的配 等夏家完了 此物可保你一命 也算对你大婚的助 笑话 清竹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的女人 轮得找你这个废物来保 江家 算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够了林元 三番五次出现在我面前 你倒想做什么 夏庆竹 江傲送我情景 挑衅羞辱我的尊严和脸面才是事实 而我还是来了 不惜拿出无价至宝 好心为你送上助国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又站在什么立场 举责我的为了 你在问我的立场是吗 好 我来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立场 现在你满意了吗 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根本不相信你今天是来送什么所谓的礼物 同样 我也不需要 我说的话 你一句不信 他骄傲都不解释 你也毫不质疑 夏庆竹 你有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你 庆竹 何必在跟他浪费口舌呢 明月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送给青竹的这个东西是无价之宝 好啊 那现在 这无价之宝怎么说碎就碎 弄得 你这个废物 还不赶紧自伤耳光 给云州的满城权贵刻头认错 否则 我饶不了你 哎 莫莫 这凌云是过来吃我的喜酒的 这样对人家 不是把人家的脸放在地上踩 你送的这个东西啊 虽然是个分文不迟的垃圾 但是我念你是青竹的前夫的灯上 只要你能完成一件事情 我就让你坐在首席的位置上 你想说谁 跪下 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就让你成为今天横压全场的第一人 如何 哎哟 横压全场第一人 这个废物这么爱面子 恐怕是求之不得啊 没错 如果你肯下跪 我楚天雄愿尊你为首席首座 绝无二话 我万将举双手赞 宝王 我前进来算一份 江少一德抱怨 不许让云中满城权贵尽你一人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还不照做 好一个以德抱怨 四大集团 下家 你们威风的很啊 要不要我提醒你 忘了得罪我 是什么后果吗 辅军之威嘛 哎呦 我们好怕哦 但可惜啊 你只不过是辅军的替身吧 而且还是马上就会被替换掉丢弃的那种 所以你说 我们会怕你 这么说 你们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 够了 林渊 你明不明白 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在抹黑那位传奇的威名 请你出去 别再自取其辱了 听到了吗 秦如让你出去 还不快滚 我滚 不然呢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现在有资格和我们这些满城权贵 同入一席吧 我告诉你 我江家养的一条狗 要是能上座的话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 是你们不配 我好心应邀而来 但你们屡次如我 而你无故指责我的为人 那我不妨告诉你 可以滚出我的天书心宫来 林渊 刚才你问我的立场 那现在我问你 你的立场又是什么 天书心宫来我林渊之舞 我让你们滚 你们就得滚 这就是我的回答 向庆竹 你满不满意 大眼不惨 林渊 刚才我是看在庆竹的份上给你几份面子 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也配给我面子 哎呀 多亏是府军大人的替身 这吹牛的功夫堪称一绝 说完了 那你们可以滚了 林渊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人尽皆知 这座云州的第一主人是叶家不是你 别再丢人现眼了 你只会 丢人现眼的是你 是你们 话我已经说完了 再不管谁也保不住你们的命 好 很好 现在还敢当众侮辱我们满城的云州权贵是吧 行 既然你这么有本事 来人 把他的骨头给我打断 我倒要看看他这身骨头到底有多硬 来人 在干什么 周经理 您来的正好 敢问天书新宫 是不是被地精叶家送给了一位大人 没错 那巧了 周经理 刚刚这小子当着满城云州权贵的面 说云州第一是他的私人之物 哦 还有这回事 这位先生 请问您的身份是 他呀 他是我下家的气息 跑到这儿来吸耍地精叶家 走死吧你 你代表不了地精叶家 连我四大集团也得敬周经理三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目中无人 是啊 他这个不是赶我们走 他是打女的脸 打叶家的脸 小子 收拾你这种下肚人 当了我的手 给你个机会 自己长嘴一万下 我饶你不死 哈哈哈哈 小子 知道什么叫做简自负了吧 刚才我让你亏下来 喝三个想头 你不肯 好啊 现在玩火自焚了吧 无论是地精叶家 还是周经理 都没有我们好说话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领罚吧 这样 还有生物啊 对啊 我若是不领啊 今天你们能让我落得什么下 李渊 你还要一意孤行到什么时候 嘴硬没用的 最后自取其辱的人只能是你 低个头 认个错 又能怎么样呢 别说我没错 就算我真的错了 想让他低头 你们不够格 地精叶家也不够格 简直不是俗 周经理 若不赶紧宰了他 地精叶家将是知道的话 怪罪下来 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个人 兜得住啊 看来 我留你不得了 等等 在你装的高高在上之前 不如 睁开你的狗眼 看看这是什么 小子 你不会是想贿赂我 让我饶了你不尽叶家之罪吧 贿赂 你也配 这是冯敬阳送给我的天书新宫转让书 冯大管家 转让书 周经理 你该不会真被这窝囊匪给吓住了 啊 您别被他给骗了 虽然这小子啊 是有府军替身的光环在 但是远没有到地精叶家攻进到如此地步的成分 哎 原来这小子就是被府军选中的那个幸运儿 我错 林渊了林渊 我是真没想到你为了报复亲主毁了我们的婚礼 居然设计得如此周密 不惜为此伪造转让书 伪造 不是吗 不过啊 说实话 你眼界低大四低 我得提醒提醒你 你不如下次找个人来直接扮演一下冯大管家 哎 说不定 我们就相信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错 如果这都能够取信于人的话 说句大不尽的 哎 我都能冒充三大不朽世家之主 到处招妖撞偏了 哈哈哈哈 是真是假了 自己打开看看 你就知道了 这有什么可看的 伪造罢了 你想清楚 以你的身份承受得了撕了他的后果吗 既然你自己寻死 那就别怪我没提醒你 叫上安保部所有人 过来把宁渊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给宰了 天树新宫负责人滕德凯 拜见冯管家 家主已经消禄两家家主 马上就要清零 吩咐下去 准备迎接大家 封闭天树新宫 不再对外开发 这个 怎么了 英城江夏两家联姻 正在鼎城举办婚礼 干什么吃 你知不知道 一旦惹得那位传奇不息 就连咱们家主也不好徒手 可是江家动用了镇守府的关系 所以我才 站住 出什么事了 周金你叫我过去 说是收拾一个叫林渊的 林渊 走 等我下楼 小子 你选好自己的死法了吗 该选死法的不是我 是你 是你们 敢在地精叶家的地盘上撒一 我看你是真不知天高地厚的 细耍叶家 小子 你的命可保不住 是吗 要不要我把叶汉海叫过来 让他亲自告诉告诉你 我细耍他 对他而言是一种荣耀 放肆 你敢直呼叶家家人的真名 荣耀 林渊 你才是真的无药可救了 好吧 既然你一心求死 行啊 今天我就拿着你这个狗头 去向地精叶家 请 你们还发了咋 老头你谁啊 敢为这个窝囊废出头 啊 放 滚 放肆 这就是地精叶家的地盘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药物养威 庆舟长 你想找死 你别连累老师 你怎么跟冯管家说话的 他就冯管家 对不起 冯管家 小人刚才处理一个垃圾 一直停机 这才没人出名的大价 全万死 没错 就他 你自对叶家不敬 总之还说 细耍叶家 是对叶家的一种容 这我能容他吗 您放心 这就是收拾的 诶 我 高严 你去 找你受惊 叶家外辞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受惊 受惊倒不至于 翁靖尤 不如你告诉告诉他们 我有没有权利让他们滚出镇 有没有资格 细耍叶家 天处新宫 您是主人 以及这里的相关人员如何处置 您说 算 至于细耍 若你很赏赐这种圣恩 我想家主知道了 会给列祖列祖烧到枪的 叶家 真把天书新宫 算给人员了 您敢把家主亲手签发的转让证书给撕了 对了 冯静耀 我问问你 叶家什么时候有了个掌嘴一万赔罪的规矩 找死 陈子 好好收拾收拾你养的这条狗 林先生 您放心 我就长这张嘴一万个 给你赔罪 走 林先生 找死 看来你没那个本事让我选择死法 你 你们也配有资格羞辱林先生 还想要他的命 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误会 误会啊 是林渊先拿个破铜钱出来说 说什么是无价之宝 还侮辱咱们在场的权贵 我们才出此下策 不用解释了 我看 云州百族也该清理清理了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破铜钱 哎 对 风掌柜你也看见了 所以我们才是想了你的狗言 知不知道 这可是当年府君授福大典 已经为此督造的郑国宝钱 举世懂目 只有这一份 依表府君既往开栏 安天下之大功 就算是业家也没有资格求所恩赐 此等圣物 恩道好 竟然把他给损坏了 这怎么可能啊 这铜钱一碰九岁 怎么可能是郑国宝 是你呼噜寡温 知不知道 他的意义大于一切 如果能获此物者 即便是铜下天大的祸患 帝金方面你会亲自为其摆平 黎月说的竟然是真的 是我做错了 是谁损坏了这生物 站出来临死 是 是我 我说过 根本不知道会有时候 现在知道了 我 都是一些无关人的 这行定夺 小军主 自为是有眼无珠 罪不可赦 连在你是林先生前妻的份上 我可以赦你生物 所以你们刚才还威逼林先生 那好 现在你们就跪地 喝三个响头 跪阴林先生 冯管家 我们可都是林仓少爷手下的主打 您确定要这么做 林仓 不错 林仓少爷那可是林家唯一的继承 更何况林家马上就要竞争为不朽世家 就算您贵为业家的管家 我想林少爷的面子 您不会不可 晋升不朽 凭他林仓也配 林先生所言其事 别说差一个林仓了 就算是林家家主来了 该贵也得贵 我现在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时间一到 四大集团从云州出名 不知马上就清零云州 要是知道你们叶家糊涂 被文医 十二不贵 现在就贵 现在就贵 云州将家 供应林先生上座 云州出现 供应林先生上座 云州前家供应林先生上座 您曾换家供应林先生上座 你虽然是 你虽然是林先生的前妻 但不是你自知身份的理由 好 云州下家 供应林先生上座 请林先生上座 起来吧 还帮我滑滚 宇渊 说吧 你还想问什么 所以 地青叶家 才是你跑来奖局的底气 对吗 事到如今 还是分不清黑白对手 又用什么身份指责我 前妻 还是骄傲之气 你明知道这场联姻 对于夏家的意义 让我再丢脸一次 你很开心吗 小金忠 你还不配忘记 林先生的格局 反正你们还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里 然后 叶家家主会亲自下场 断了你们的生路 王管家 您断了我们的生路 势必会掀翻云州经济 镇首府岂能容忍 是 我们是得罪不起叶家 但如果叶家这么做 就不怕镇首府降罪吗 云州经济 先了就先了 不费在造而已 来人 慢着 陆家继承人 掌命是麾侠判官 陆臣 林渊 你卑劲之身 如府军威名 你可知罪 陆臣 知不知道 在跟谁放肆 就因为我叫他罪 所以我今天 才过来 抓他去府军院去认罪 还有你 你敢不怕 面试包 给你做 罪该万死 江少 这是怎么回事 你放心吧 今天我们 绝对是 陆寒冠 这个心灵的 刚刚想见地经业家的事 断我们的生路 先翻云州经济 骑行可知过他 是啊 是啊 还偷了郑国宝金 诱导江福人回了圣物 既然如此 最佳一等 自断手脚 跟我回去认罪处罚 陆臣 你认定的府军 还没驾临云州 就要押我 过去认罪邀功 未免也太着急了 农养 念了你是陆南天的儿子 为地经 自找难堪 连累了陆井 那就是你的罪 你找死 那你不妨说说 我有什么罪 是卑贱之劫 得府军大人看作 封为替身 反不思隆恩 亵渎山河心 此为一大罪 借府军威势 欺少人下 私收业家重礼 一如府军之威 此为二大罪 唆使业家 阻断云州 百足生路 以此掀翻云州经济 祸国殃民 此为三大罪 偷盗郑国宝钱 毁坏圣物 栽赃于人 是大言律法 于我 此为四大罪 四罪并法 你说 该不该死 老陈 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再清楚地过来 小背乎那儿 林先生教会的事 有意思 我问罪到你 像脖子上 你竟然还敢口出不戒 小背 难不成 爸 还能和你平背 相交不少 陆南天跟我平背论交 那是他的拨天之辱 方向 我可以容忍你的胡闹 偏不得 那就怪不得我 林队 你够了 你知不知道 现在所作所为已经犯了触天之怒 回去认罪 夫君也许会开在你没有功劳 有苦劳的份上 不与你一般见识 你到底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林先生并不过锁 凭什么认罪 林先生一切 不是你们所能决定的 冯管家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心袒护林冤 但 这就是他的命 他得认 好一句 我的命我得认 我可以给你回去认罪 但这后果担得起 你不过是府君严然其伤我而已 能有什么后果 罗判官 这个小子临死之前想承承口 那也是情人 不过话说回来 你给府君大人丢了这么多的脸 现在认罪道歉 觉得还来个急 哦 你想说什么 认罪 就得有一个认罪的态度 你必须从这里一步一扣 跪到镇守府 这样 也只有这样 长 这是找死 我们处罚的眼里 也是为了维护府君大人的尊业 你想想 你想想 哪天万一又来了一个这样的小子到处招摇撞骗 那咱们大家不就得吃不了都人走了吗 社长 这口罩绝不能开 说得对 既然如此 林月 还不跪下 林月 能屈能伸 方为男儿大丈夫 我 你 评价不了我的为人 至于能不能压得住你 怎么 装不下去了 打算向长财使大人求救了 我告诉你 长财使之所以就 是因为看了你 并不是因为你临冤面仓 你想多了 哼 你 你唯一的救星 我就是长财使大人 除了他 你还能打给谁 你爸爸的电话 爸 拜见长财使 老师农呢 掌命使大人 趁待人不空 借人全场 稍后来面对自己 是府军的电话 爸 怎么是你呢 你在天苏星光干什么 下家细血淋烟 犹如府军 我正在他回 正求府问证 混账 谁上去什么干的 你给老师等着 各位 你们都听到了 我路上 虎旁要完了 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 说明还没有动身 事情还有回旋的一句 三位 抓紧 快 快 我听到了吧 那 赶紧滚回地京 你 好啊 瞒着府军 私底下 跟陆家家主 来我 你想干什么 啊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想挺不缩他 给他造势 扫造府军大人的反 将他取而代之 是不是 好好好 明远 你的罪 就是 敢害我陆家 你万死不足 方式 爸 您害我家主怎么来的 我若不来 陆家家被你害死了 知道吗 那我也再找你算账 滚开 地京 陆家家主 陆南天 拜见 地京 叶家家主 叶汉海 拜见 林先生 地京 萧家家主 萧长生 拜见 林先生 这 这三位是 三大不朽世家 咋说 任何一位 都神龙 见首 不见尾 今天居然一起来了 对林渊 毕恭毕敬 怎么不这样啊 林渊 你到底做多少事骗我 瞒着我 起来吧 三位 好久不见了 若晨 给我滚过来 你个逆子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李先生赔罪 该牌子的 不是我 是这个大逆的老抽者 混上 你知不知道 你给陆家带来多大的祸害 你要气死我才甘心吗 啊 他瞒着府军 跟咱们陆家来往 不就是想见咱们陆家的事 造府军的反吗 这里算机你看不出来吗 造府反 陆家主 我可以证明确实是有此事啊 您想啊 府军大人平时不以真面目示人 那这个林渊 只要把三大不朽世家拉下水之后 那不就可以轻松满天过海吗 爸 你是什么东西 陆家主 在下云川江家 江家 敢挑拨理解我们陆家跟林先生的关系 你是想让我灭了你们江家九族啊 你是想让我灭了你们江家九族啊 爸 爸 骄傲说得没错 今天是七星可 咱们不能想到一面弄弄弄 家破人亡的下场 你还能吃迷雾 我还奇怪呢 常常陆家继承人 会这么犯 本来 是这个牧之死活的东西 一创警察爷 云州之事 我早有了 你这蝼蚁子 抢林先生之期 在先不算 你敢说死我 三大不朽家族中人 谋害林先生 你才是七星可终 对林先生不敬 便是与我三大不朽之家为敌 你们云州百族 跟他一样 都是找死 既然三位家族一心为你得协 那就拿出证证 证明你的清白 执天刀 帅万军 以阵西域三十六国不陈兴 五乃林人 萧首百万昼 立阵守府 定顶山河 护我子民蒸蒸田骨 又我大言五蕴昌龙 祭天礼成 祭天礼成 大言万年不朽 这就是我给你的证据 那我给你的证据 到底是谁 逆子 林先生究竟是谁 还用多说吗 我 我 不合 他别人不合身呢 林月呢林月 我真的服了你 我没想到 你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 居然把府军大人的事情拿出来 搬弄是非 祖军大人的警告啊 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哎 你就不怕贪天之功的后果吗 他要证据 我给了 仅此而已 放肆 在三大不朽时间家族面前 你还敢肖身把握啊 混蛋东西 你也配对林先生不进 林州四大集团 好得很啊 今天即便林先生容忍了你们 我肖家也断了你们生路 陆家也下下场 收拾你几只蝼蚁 至于你这个逆子 赶紧给林先生赔罪 否则别怪我不念夫子事情 捉你出陆家门 啊 留了他的面子 绝对要把我捉出陆家 不然呢 死也都会被捉 陆先生 执迷不悟 不是什么 再怎么闹下去 三个联手 都保不住你 不 是我再捕三家长生不算 请布鲁民宿再追下去了 不然三大不朽世家 必然死于林渊之手 林先生 不 小事而已 把陆成面壁思过十年 林渊 你还敢 陆成 你好大的胆子 林先生 好久不见 陆成 谁给你的胆子自作主张 跑来问林先生的罪 陆西大人 我也是比公之法 林渊他无故亵渎山和喜 私收叶家重礼 如今 还有反乱这些 我们镇守府 不国不民 岂能容忍 非万死不能 我打你出言不尽一派不言 无论是山和喜还是叶家重礼 皆为林先生之权 至于什么造反更是此虚乌有 再敢污蔑林先生半句我将你逐出镇守回 怎么回事 三大不朽世家不算 为什么连长命使都要为林渊这个废物称谣 王神农深究下来此时也怪不得他 对于他的罪该罚的也罚了 林先生效果的是 陆成 还不赶紧过来谢罪 大人您的命令我不敢不遂 但 您也知道府军来遇到的目的 所以 宁可措杀 你绝不放过 否则府军就别怪罪下来 府军清零云州自然是治罪理由 但绝不是林先生 不是他 那还是他 我 下青竹 林先生照顾你六年 依你残疾 扶你下家 而你又干了些什么 你忘恩负义 辜负真心 视之如彼吕 弃之如糟糠 府军不为你而来 还能为谁 上面是大的 清主的腿 是江少砸下重军 才拍卖到你的天命丹残渣 这才 慢着 我们家大人依次无缩 不管练什么丹药 从来没有虚酒磨 怎么可能有您说的那个丹药残家流缩 敢蒙骗镇守三室 你们下家九卓 不想要命啊 李渊 你实话告诉我 我的腿之所以全意 到底是因为煎熬 还是因为 你 实话与否 你都在无关系 所以不必在乎 我知道你怨我恨我 但是这个真相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李渊 李渊的身份到底是 陆诚有罪 请林先生 自私 你 你自私 对于你的责法 说过面壁思过十年 陆诚 谢林先生宽容之恩 李渊 你敢害死 我饶不了你 李先生 刚才云州四大集团 对您多有不尽 陆家不财 怨气尊者劳 江老 你说 我该怎么处置你们四大集团为王 叶家主 江家固然有不对的地方 那不是你是为了维护府军大人他的声誉吗 这样 我愿意拿出江家一半的财产 送给林先生 全当是裴领 如何 一半资产 没错 只要您愿意放我们一条生物 我们四大家族愿意拿出一半的资产给你 叶汉海 在 如果我要你叶家鸡业 你给吗 心甘情愿 萧家和陆家呢 若林先生肯收下萧家草叶来萧家之荣 别说要陆家的基业 就是要在下的性命 在下也绝不迟疑 所以 你们凭什么觉得 我会在乎你们四大集团一半自己 三大不朽世家 你们要断了谁的生路 逃不掉 也抵抗不了 至于你们的命 与林先生作罪就是与镇守祖为一 正是与我王神龙为一 陆山 在 告诉他们 该当何罪 成口蛇之力 污蔑林先生清白颠倒是非 此乃第一罪 钱家 党宅 杀 以阶级其事 污蔑林先生之尊严 不知悔改 此乃第二罪 万家 党杂 以誓言人 嚣张拔护 不计林先生之尊严 此乃第三罪 楚家 当斩 以下犯上 抢林先生之心 肆意成为 此乃第四罪 江家 天女难容 不 恭喜金风大吉 不 丧夫为礼 不 这是玩 这家的百姨拼命 拿不到 我们夏家的脸面也丢光了 三位家族 早明知道 你夏家之重 我看了 林先生 是夏家在龙虚份上 乏味才能闹 无权无事就是气虚 有权有事就是龙虚 只可惜 你们夏家 想借真龙之神求活 照照镜子 配吧 夏家 好自为之 夏青竹 你双腿残疾 本有林先生出手相救 毫无后果之中 但偏天性小人 独从口入 必有反射 现在 夏家可以过刀 正在刚刚 林仓已经对外宣布 掌权时 为了治 辅君之罪 正在赶来 一赛 斩尽杀绝 他找死 浮君 您藏风六年 照我看 是时候将林仓 打落云端 入尘埃了 是时候 算是当年的 林仓有意 扶持夏家 还为其照科长 上次飘动仪式 那么 浮君 请给属下一个 将功俗似的机会 做 让我把六代手带回去 当作林仓导致见面 还请浮君一 您 您好 您看着办 是 黄山农 封锁一切消息 免得云珠动 是 夫君 请 咱们夏家恐怕要完了 庆祝 你说怎么办 我 我不知道 谁能想到 黎原这小子 冤在镇守护的地位 那么够啊 早知道当初 清竹啊 你就不应该 对于离婚的决定 我绝不后悔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保重夏家要紧 喂 对了 江澳不是 蛮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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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 你 对了 骄傲不是说 地精的林家可以帮咱们吗 没有骄傲的千千大乔 地精林家 怎么会向我们下家施益元首 妈 完了 完了呀 我们下家 这是要被搭配元行了吗 六年前 我能让下家起死回生 今天 我也还能再挽救下家 真实不同往日清主 为君之计 只有一条路可走 丹丹 你你是说 人在我眼下 不得不低头 去求林渊吧 几代人的心绪 下家走到今天 不能就这么毁了 好 我去求他 宋总 您和林先生的结婚手续已经办好了 您看我什么时候给他送过去 不必了 我自己去 您是担心林仓对外宣布的事情 现在林先生正处于无助之际 作为他的妻子 我有责任和义务 为他执迷了掏针的火花 可万一 府君迁怒于你 飞车吧 府君 夫人来了电话 想跟您见语 那宋总过来吧 还有事 下机不来 别怕 天一剑 哥哥 找我干什么 林渊 你在这首府 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的回答对了吗 你 我知道 这六年来 你怪我 恨我 怨我 丝毫没有履行到妻子应尽的任务 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要告诉你 蒋奥 他从来不是我选择跟你离婚的理由 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毫无意义 那请回吧 我明白了 你报复我的目的 不就是想得到我吗 好 我现在就满足了 怎么 嫌弃我吗 林渊 我第一次求你 希望 你能放过夏家 林渊 你不就是想得到我吗 现在我随了你的心愿 你为什么不接受 好 我明白 你是要我跪下来服侍你 你才满意对吗 夏家还不值得我需要 你还在虚伪 你硕士长命使他们 断了四大集团生命 偏偏独留我夏家 不就是等着我来求你 很满足你羞辱我的快感吗 所以你怎么想 我今天来见你 我今天来见你 已经是愿意舍弃我的尊严 甚至愿意付出 可是 你连这点心思都不肯承认吗 夏家 你把我看得太轻了 当然 你从未看清我自己 也对 你现在有底气了 可以反过来讥讽我 羞辱我 但是你说错了 我已经彻底把你看透了 你刚才不是不肯接受我 而是在享受 羞辱我身体和尊严的快感 你真的很不可领域 话不投机办就多 请吧 林先生 结婚手续我已经找人办好了 我麻烦您出院 接见会了 你吗 如你所闻 我和林先生 已经结婚了 所以 林渊 这是你对我真正的羞辱 是吗 羞辱 你为什么会以为 你值得林先生的羞辱 林渊 真没想到 你为了踩碎我的尊严 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我无所不用其极 刚才你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铺垫 哪怕我献出我自己 你也不为所动 都是为了等到这个杀手锏的到来 击溃我的心理防线 让我羞愧 让我无地自容 你从未想过放了下架 你从未想过放了下架 只是想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把我逼疯 亦或是把我的丑态公之于众 豪尽你的心头之恨 我想你是误会什么了 第一 我想你之所以站在这里 应该是主动来找林渊人 所以无论结果如何 那都是你在自罪自受 所以你所有的猜想 对林先生都是一种念念 第二 以林先生的为人 他算计或者羞辱 根本不屑为耻 更何况 一个毫无瓜葛的人 需要他费尽心思吗 动动 如果说 你想借林渊的权势身份 来保全宋氏 那我只能奉劝你一句话 今天 他虽然高高在上 但他骨子里 仍然是一个毫无责任 内心狭小的男人 你若不及时抽身 下眼 以及刚才我的难堪境遇 就是你的前车之剑 好一个前车之剑 下轻竹 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只是救世论事吧 害我下轻竹不够 践踏我的尊严也不够 你真是要作恶到什么时候 我说 随你之下 你激励否认林先生的样子 真的很可笑 后果我已经说清楚了 下轻竹 林渊是我的丈夫 你刚才说的话 我可以原谅 但如果再有下次 我宋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下家 你听明白了 好 好 我下家现在四面楚歌 你是可以透达我的人 但我下家 永远不能迎来转机 臂肩送食 你 我从未视作最少 你因为我浪费 无论如何 我都不住过你一方 你不会后悔 作出一婚这个决定 夏家和江家 他不是已经联姻 怎么会 骄傲死了 四大家族成了过去 看来林先生的身份 远超过小夏 是我担心了 你就不怕 我最后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林先生 大可不必试探我 输了 大不了陪你一同去赴死 走吧 办理结婚手续 最后一道六日 宋总 我有一个猜测 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林渊 与你那位真正的未婚夫 同名同姓 他出现在云州的节点 也很巧合 你说这会不会 够了 不怪你 我何尝不曾这样想 可 他应该跟当年 林家那场变故 跟林伯伯一起走了 如果有他在 谁会把气务 谁 宋子 事到如今 你还想认识 林苍 对你的未婚夫直呼其名 是不是有点太没教养了 你更不应该当着我的面 翻心二欲 对一个随便的暴力痴心望向 林大少爷 我想你应该有什么误解吧 我和你的赌约还未到旅行之日 那婚约便不作数 那个人依旧是我明正言顺的未婚夫 何来三心二意之说呢 想不到 堂堂云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帝京宋家继承人 过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不敢皇家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执掌容心 就能破坏两家联姻大区吧 有何不可 你的筹谋无异于痴心望向 当年你一个人来到明州 无非就是想向所有人正名 亿及之力 便能缔造出百年长旁的同时期 来取消两家联姻之许 并且即便是由长财使 给你们送家注资 在您家面前 一样是不值一提 更何况 这里短的只要半个月时间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 创造出更低大赢的奇迹 鹿死谁首尚未可知 更何况宋总不仅有长财使的扶持 更有府军的庇护 为何不可 你是说 宁州下载那个一世无成的废物弃群 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就凭他 也敢阻担林家 他配吗 是林家不配 为什么此人给我一种熟悉之嘎嘎 难道 宝宝 不可 当年是我亲手在那他 他不可能活长长 林先生 宋慈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废物赘石 可惜 出声卑贱 想用他来对付我 真是意想天干 地精林家 我还看不上你 骄傲这个废物果然说的不错 狗杖人士这一套 你是用的炉火重金 可惜 你能骗得了云州上上下下 唯独骗不了我 尤其是你的名字 让我觉得理性 这么说 有个和我同名的人 带给了你难以想象的耻辱 没错 病人 当年可是林家未来家主 地精最年轻的吴敏之王 我 作为林家第二生日的进程人 连站在他脚下 忘记脚弄后云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听有不色不明 到最后 他还不是跪在地上 俯首称臣 自吻谢罪 变成了丧家之权 要是你呀 胆敢不坏两家 连因之时 你的下场只会比他惨十倍 百倍 甚至千倍 那我若不识台阱呢 别说那个死臭的人 即便你是他 你现在我的权势足以够让你 干了 林曹 死者为重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 污蔑我的未婚夫 要到什么时候 还有 你忘了林先生的身份了吗 宋四 我看你来运动是待的太久了 你演技和认知都变得低下 怎么 竟然会相信一个职场大选的阵容 会自甘堕落 入门为宣 你的意思是 林先生不是夫君 一个气势 怎么可能会是高高在上的夫君 就在我来到云州之前 夫君早已下 三天之后 他会亲自驾龙云州 你觉得 他会是夫君吗 他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吧 替身 谁都清楚 龙心是大言诚妃的关键 他只不过想利用 府君之名 以山河心为你造势 到时候 在府君面前邀功 夺得府君的欢喜 你宋四 只不过是一个弃子罢了 你还想让他 来取消这次婚约 可能吗 你就这么确定 我宋四 会成为弃子吗 你还妄想 让府君 看着他的命令 来取消这次婚约 他可以吗 挑拨离界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无论林先生抱有何种想法 帮助我宋四都不假 你想借此逼我们绝恋 我看那个异想天开的人是你吧 你不怕被我利用 宋军赴我 我不赴军 有心吗 宋子 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地经宋家排名不久 你爷爷见得我也得不守 与我年龄是你最大的刺 还有你 想利用宋子 你一天敢 真的 来满足你这种可怜的存在感 这样只会丢掉府君用颜落 他说他老人家 只会让你扫裂充满 并且成为最大的吓死 在我面前高高在上 找死吗 你敢动吗 你才找死 话 我只是说一遍 只要在于我面前 宪允作为林家继承人的高 你死压了 那要付出的林家 承受不起 还有 收起那虚伪的嘴脸 莲姨宋家 无非是想要吞并宋家基因 以助林家白尺肝头 更进一步而已 谈何恩赐 你那眼睛 还想揣测林家之意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装听不懂 那我不妨把话说清楚 顶级世家莲姨 讲究的是门当户队 而林家允许宋家攀附 不光是起了吞并之意 而且你身上有一种致命 很无法弥补的缺陷 而这种缺陷 导致地精排名靠前的顶级世家 不见于林仪 笑话 缺陷 我能有什么缺陷 你作为林家继承人的身份 名不正言不顺 一个纠占却朝的楼里 如何得到地精顶级世家的认可 所以你急着联姻宋家 并且通定他以证明自己 你 你到底是在 你怎么知道您在这么多事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和地精顶级世家联姻一不配 和宋家联姻 你还是不 两家联姻 你人籍皆知 除了我 谁可以当房长 我谁又敢当了丈夫 我呢 这小玩意 这家的白衣拼你拿不到 我们夏家的脸面也丢光了 三位家 早明知道 你夏家之中 我看到林 林先生 是夏家的龙虚份上 乏味在人 无权无事就是气血 有权有事就是龙虚 只可惜 你们夏家 想借真龙之士的求活 照上镜子 配吧 夏家 好自为之 夏青竹 以双腿残疾 本有林先生出手相救 毫无后果成功 但偏天性小人 独从口入 必有凡事 现在 夏家可以过刀 就在刚刚 林苍您对外宣布 掌权使 为了治 府军之罪 正在赶来 一赛 斩尽杀绝 他找死 府军 您藏风六年 照我看 是时候将林苍 打落云端 入尘埃了 是时候 算是当年的 林苍有意扶持夏家 还为其召开了 上次飘动仪式 那么 府军 请给属下一个 将功扶持的机会 说 让我把这个手带回去 当作林苍导致敬礼 还请府军一 也好 你看着办 是 王山农 封锁一切消息 免得云珠动 是 府军 请 咱们下家恐怕要完了 清主 你说怎么办 我 我不知道 谁能想到 林苍这小子 军在这首付的地位 那么够吗 早知道当初 清主 你就不应该 对于离婚的决定 我绝不后悔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保住夏家要紧 喂 对了 骄傲不是说 帝金的林家可以帮咱们吗 没有骄傲的千千大乔 帝金林家 怎么会向我们夏家施益援手 妈 完了 完了呀 我们夏家 这是要被大会原型了吗 六年前 我能让夏家起死回生 今天 我也还能再挽救夏家 今时不通往日 清除 回家之际 只有一条路可走 奶奶 您您是说 人在无远下 不得不低头 去求林渊吧 几代人的心绪 夏家走到今天 不能就这么毁了 我去求他 宋总 您和林先生的结婚手续已经办好了 您看我什么时候给他送过去 不必了 我自己去 您是担心林仓对外宣布的事情 现在林先生正处于无助之际 作为他的妻子 我有责任和义务 为他执迷的超真的活发 可万一 府军迁路于你 飞车吧 府军 夫人来了电话 想跟您建议 那总之过来吧 还有事 夏青竹来 别怕 见一见 说吧 找我干什么 林渊 你在这首府 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的回答对了 你 我知道 这六年来 你怪我 恨我 怨我 丝毫没有履行到妻子应尽的任务 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要告诉你 蒋毫 他从来不是我选择跟你离婚的理由 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毫无意义 那请回吧 我明白了 你报复我的目的 不就是想得到我吗 好 我现在就满足了 怎么 嫌弃我吗 不愿 我第一次求你 希望 你能放过夏家 林渊 你不就是想得到我吗 现在我随了你的心愿 你为什么不接受 好 我明白 你是要我跪下来服侍 你才满意对吗 夏家还不值得我使用 你还在虚伪 你硕是掌命使他们 断了四大集团生路 偏偏独留我夏家 不就是等着我来求你 好满足你羞辱我的快感吗 所以你怎么想 我今天来见你 已经是愿意舍弃我的尊严 甚至愿意付出 可是 你连这点心思都不肯承认吗 夏家主 你把我看得太轻了 当然 你从未看清过自己 也对 你现在有底气了 可以反过来讥讽我 羞辱我 但是你说错了 我已经彻底把你看透了 你刚才不是不肯接受我 而是在享受 旧路我身体和尊严的快感 你真的很不可领域 话不投契办就多 行吧 林先生 结婚手续我已经找人办好了 给麻烦您出院 结婚了 你吗 如你所闻 我和林先生 已经结婚了 所以 林渊 这是你对我真正的羞辱 是吗 羞辱 你为什么会以为 你值得林先生的羞辱 林渊 真没想到 你为了踩碎我的尊严 竟然无所不用其极 我无所不用其极 刚才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铺垫 哪怕我献出我自己 你也不为所动 都是为了等到这个杀手锏的到来 击溃我的心理防险 让我羞愧 让我无地自容 你从未想过放了夏家 只是想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把我逼疯 亦或是把我的丑态公之于众 豪尽你的心头之恨 我想你是误会什么了 第一 我想你之所以站在这里 应该是主动来找林先生 所以无论结果如何 那都是你在自尊自受 所以你所有的猜想 对林先生都是一种严厉 第二 以林先生的为人 他算计或者羞辱 根本不屑为耻 更何况 一个毫无瓜葛的人 需要他费尽心思吗 董董 如果说 你想见林恩的权 是身份来保全宋氏 那我只能奉劝你一句话 今天 他虽然高高在上 但他骨子里 仍然是一个毫无责任 内心狭小的男人 你若不及时抽身 下眼 以及刚才我的难堪境遇 就是你的前车之剑 好一个前车之剑 下轻竹 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只是就事论事吧 林恩 害我下车不够 践踏我的尊严也不够 你真是要作恶到什么时候 我说 随你之下 你激励否认林先生的样子 真的很可笑 后果我已经说清楚了 下轻竹 林恩是我的丈夫 你刚才说的话 我可以原谅 但如果再有下次 我宋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下家 你听明白了 好 我下家现在四面楚歌 你是可以透大多人 但我下家 日常不能迎来转机 臂肩送食 你 我从未视作最少 你因为我浪费 你论你我都不会跟你一般 你不会后悔 做出离婚这个决定 夏家和江家 他不是已经联姻 怎么会 骄傲死了 四大家族成了过去 看来林先生的身份远超过小夏 是我担心了 你就不怕我最后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林先生 大可不必试探我 输了 大不了陪你一同去赴死 走吧 办理结婚手续最后一道理 宋总 我有一个猜测 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林渊与你那位真正的未婚夫 同名同姓 他出现在云州的节点 也很巧合 你说这会不会 够了 不怪你 我何尝不曾这样想 可 他应该跟当年 林家那场变故 跟林伯伯一起走了 如果有他在 谁会把气务 谁 宋子 事到如今 你还想认识呢 林苍 对你的未婚夫直呼其名 是不是有点太没教养了 你更不应该当着我的面 三心二意 对一个随便 抱你痴心妄想 林大少爷 我想你应该有什么误解吧 我和你的赌约 还未到旅行之日 那婚约便不作数 那个人 依旧是我明正严顺的未婚夫 何来三心二意直说呢 想不到 堂堂云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帝京宋家继承人 过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不可放假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执掌农心 就能破坏两家联姻大局吧 有何不可 你的筹谋 无异于痴心妄想 当年你一个人来到云州 无非就是想向所有人 证明 经与一级之力 便能缔造出 百年长存的同事基业 来取消两家联姻之训 并且 即便是由长财使 给你们送家注资 在您家面前 一样是不值一提 更何况 这里本身只有半个月时间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 创造出更逼大一个奇迹 鹿死谁首尚未可知 更何况 宋总不仅有长财使的扶持 更有辅君的庇护 为何不可 你是说 宁州下家那个一世无成的废物器群 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就凭他 也敢走来林家 他配吗 是林家不配 为什么此人给我一种熟悉之感 难道 宝宝 当年是我亲手宅了他 他不可能活长长 林先生 宋慈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废物赘血 可惜啊 出声卑贱 想用他来对付我 显示意向天干 地精林家 我还看不上你 骄傲这个废物果然说的不错 狗杖人士这一套 你是用的炉火重青 可惜 你能骗得了 云州上上下下 唯独骗不了我 尤其是你的名字 让我觉得你心 这么说 有个和我同名的人 带给了你难以想象的耻辱 没错 病人 当年可是林家未来家主 弟弟最年轻的吴敏之王 我 作为林家第二生日的继承人 连站在他脚下 忘记脚弄后人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天有不色不明 到最后 他还不是跪在地上 俯首成臣 自吻谢罪 变成了丧家之权了 要是你呀 胆敢不坏两家 连一只血 你的下场只会比他 惨十倍 百倍 甚至千倍 那我若不识台军 别说那个紫透的人 即便你是他 你现在我的权势 足以够让你 干了 林曹 死者为重 你一而在 再而三地羞辱 污蔑我的未婚夫 要到什么时候 还有 你忘了林先生的身份了吗 宋四 我看你那云流是待的太久了 你演技和认知都变得低下 怎么 竟然会相信一个职场大权的阵容 会自甘堕落 入门为宣 你的意思是 林先生 不是夫君 一个气势 怎么可能会是高高在上的夫君 就在我来到云州之前 夫君早已下了 三天之后 他会亲自驾临云州 你觉得 他会是夫君吗 他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吧 替身 谁都清楚 龙心是大言积妃的关键 他只不过想利用府君之名 以山河心为你造势 到时候 在府君面前邀功 夺得府君的欢喜 你宋四 只不过是一个弃子罢了 你还想让他 来取消这次婚约 可能吗 你就这么确定 我宋四 会成为弃子吗 你还妄想让府君 看着他的命令的大 来取消这次婚约 他可以吗 挑拨离间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无论林先生抱有何种想法 帮助我宋氏都不假 你想借此逼我们决裂 我看那个异想天开的人 是你吧 你不怕被我利用 宋君负我 我不负君 有心 宋子 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地经宋家排名不久 你爷爷见的我也得不守 与我年龄 是最大的意思 还有你 想利用宋子 你一天敢 真的 来满足你这种可怜的存在感 这样只会丢掉府君的言论 到时候 他老人家只会让你早点出门 并且成为这么大的下诚 在我面前高高在少 找死吗 你敢动吗 你才找死 是 话 我只是说一遍 只要在于我面前 宣伤你作为林家继承人的高 你死压了 那要付出的来家 承受不起 还有 收紧那虚伟的嘴脸 联姻宋家 无非是想要吞并宋家机翼 以助林家白尺肝头 更进一步而已 谈何恩赐 你那眼睛 还想揣测林家之意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 装听不懂 那我不妨把话说清楚 顶级世家联姻讲究的是门当户队 而林家允许宋家攀附 不光是此外吞并之意 而且你身上有一种致命 很无法弥补的缺陷 而这种缺陷 导致帝京排名靠前的顶级世家 不限于联姻 笑话 缺陷 不能用什么缺陷 你作为林家继承人的身份 名不正言不顺 一个纠战雀巢的楼里 如何得到帝京顶级世家的认可 所以你急着联姻宋家并且通定他 以证明刺激 你 你闹着身材 你怎么知道你家这么多事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和帝京顶级世家联姻你不配 和宋家联姻 你还是不合 两家联姻 人尽皆知 除了我 谁可以当他丈夫 谁又敢当他丈夫 放言整个帝京 我对于你的心 谁人不知 谁人不想 而你呢 是婚约余无误 是为不忠 若我这件事传出去 你的家族 你的爷爷 是必会蒙羞 是为不孝 不忠不孝 身败名裂 就算你赢了赌约又如何 你在帝京又如何立足 这是你在自觉 心意 你是指教所 江澳那几个人 这几年给我使的绊子 还是说 为了跟我联姻 亲手杀害我的未婚夫呢 行了 我听你奶 我知道你用死吧 你想表达什么 你无非就是想明天 去顶替当年你们的妈 好回您家 夺回您家继承人的身份 以及您家万一七夜 真是好算机啊 佩服 你 这话说得不错 你送我家中 我立当回敬聘礼 等你我大婚之后 并任务执掌您家几年 你休息啊 我告诉你 只要我一句话 您家政的努执下 你绝无生路可言 好 那你大可以现在就动用您家权劲 我倒要看看 谁能要了我的命 好 那我先你成就 放肆 你是谁 竟敢在这多管闲事 府警一向看不惯 地精顶级世家傲慢保 我若是胡乱以示压人 恐怕业家 林少爷是吧 我们多管闲事也谈不上 只不过我讲给你一个忠道 说 地精林家虽强 但没有资格在云州撒几天 所以不要把自己探得太高 与其在这里威胁林先生和宋小姐 倒不如买我一个面 七十名人 做好 慢级的你 不错 云州的水深得很 尤其像退回 你惹不及 还不如退一步 免得给你们林家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就凭云州这么一个小时的 能阻碍我林家水了吧 倘若说我忍不下这好事 我林家有什么后果呀 叶炳之灾 那威胁 我是就事论事 实话实说吧 如果你一意孤行 就算是这位先生宽宝大量 不抢罪你们林家 那么你在地精上流的眼中 也会失敌掉 我笑了 没错 非民正言顺的登上了你们林家 继承人的位置的你 可以说已经失去了 与地精上流世家联姻的资责 如果是今天 非要干出以下犯上 目无尊卑之举 无论你今后多么的辉煌 也得不到地精上流世家的认可 更何况你若是惹了这位 那你将会成为尘埃 会放不了 你在的胡言乱 你心里有我拐了你 我只是摆事实讲道 林家少爷何必这样动怒呢 林苍 这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 和这位先生没有关系 放手 放手 念在你之后 不知之啥 我不跟你找到一头狗 技巧 我就有一句话 老老实实的 对你 对他来说 都懂 抱歉 我认不理 按我做事 难道你觉得林家全是能威胁到我 更不用说 是跳梁小丑的 是在找他 你知不知道林家是什么样的灾 林苍 我劝你知实务者为俊杰 我不知道 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告诉过你 别招惹这位先生 否则会给你们林家带来灭顶之灾 好 灭顶之灾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对林家妄下顶着他 病人不惨 我只是一个家族的管家而已 我以为多大人物 在这当合适了 维护一个废物系 像你这种牛鱼啊 我都不想跟你一把劲 滚 别的这碗 走一死 难道不是吗 林苍 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那身份我在乎吗 放言整个听众 你又是个大人 看你是铁了心 我听劝了 听劝 啊 宋慈 无视昏运 图谋我林家万语几言 啊 侮辱我林家 还敢动手打我 他们的罪不可饶手 而这个你妈 一个梗子才而已 也不撒旁边照照自己 够了 够什么够 跪下 为你刚刚的古井之言赔罪 也许我心情好 或许会放你一把 林苍 你简直 既然他要寻死 那就随他去 不寻死 放言整个云中 除了三大不朽 自家和镇中 谁用我林家来阻挡 谁压得住我呀 人无可忍 无视在 林苍 我好心给你台阶下 你偏偏不理 那好 我就不给你留情面了 我还不需要 你一个姜如 给我留情面 你笑什么笑 笑你不知天高地厚 看 你走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已经越想了 冯管家 没错 毕人冯进尧 位居叶家管家 我想问问你 林少爷 现在我让你卖我几番面子 够不够格 冯管家 是小有眼 不是泰山 刚刚冒犯了你 冯管家 我 我愿意拿出三千万 走回赔你 走 冯管家的路 不给我一半 我一个当牛做马的家奴 可高攀不起你们林家这么高的陪礼 是以我刚排的规券 你听语不清 已经不重要 但是 地经上流的规矩 还用得我亲手教你吗 地经万俗 见三大不朽世家之人 如剑神 努务跪拜相迎 为人 隐藏 不随 没错 你是有错 但 不是对叶家的不敬 而是对林先生的不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次变意思 还不赶快向林先生赔罪 就他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给他赔罪 李沧 冯管家 我敬重你 但是 你未经过叶家主的允许 你是压我 你就不怕传出去 让大家笑话吧 比起林先生 叶家的脸面 有这么重要吗 况且 你怎么知道 这就不是叶家家主的意思 还不赶快 给林先生赔罪 我 办不到 林苍 不必 林家对我的人太多 受不受这意 无关紧要 既然 林先生有心饶您 还不靠滚 小子 总有一天 我要了你的命 好 拭目以赛 再下告辞了 林先生 今日之事 我送辞 感激不尽 举手之了 结婚的相关手续 我会让秘书安排好的 到时候 您只需要跟我去登记 不用太麻烦您 好 那我先回去 请 宋总 叶家送这份大礼 恐怕是不得了为之 您这样就 无非是断了自己的退 退无可退 无需再退 况且 加入林家 就要沦为林仓的晚屋 还不如 跟着林渊一起直面 滔天洪水 快一复死 林渊 接触月神 你越给我一种熟悉之感 你 到底是不是那个 跟我指负为婚的人 诺长 您家里面的事 他要怎么样 毫无头绪 诺长 可否都又这时候 但又是转火 谁被找死 才是我们骗过了 罗少 您这是将林渊当中问斩了 还不愧是怎么样 简直是雷厉风险 问斩是问斩的 但不是 那还能有谁 自己现在看吧 这 江澳 怎么会是他 罗少 江澳再怎么飞我 他也是我养的一条狗 不知道他到底什么得罪 你来见 他犯大你不道的死罪 还有你 林渊 查你还死我 你知道吗 若不是我没有自然的理念 刚才人气讲的时候 已经把你给人塞了 告诉你 等你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时候 必叫你错误扬灰 还说话 不是 我歇漏 你不行 虽然我不知道 你地方得罪了 就算让我死 你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我天 嘿 好孩享受的 您家继承人最恨人了 你 没几年了 不是 不是 查 给我查 天叔信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刚不是说 大人 对对对 我您家要为云州下架召开 上市乔中女士 好 等我公后他老人家的家 来人 被车去下架 清竹 怎么样了 你原同意放过下架了吗 看来我们下架 注定逃不顾的一劫 事到如今 宣布下架退出云州三军 至少 能换回一点体面 怕什么 下架亡不了 你是谁 党敢善惨下架 地精您家继承人 是林少爷 下架有事愿意 害望您啊 别怪罪 下架下青竹 见过林少爷 骄傲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不过你们放心 我为下架上市敲钟仪式 绝不会因为他的 不好待遇 并且地精您家 从今以后 就是你们下架的方式 可是林少爷 我能问一下 为什么 出于林家的一场变故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 叫林院的人活在身上 所以 算你们下架 走运 可是 你是在担心 武军会怪罪于你吗 你放心 上市敲钟仪式一旦召开 便会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大人 勿前来捧场 所以 何自有之勇啊 难道 是府军 怎么回事 党全使为什么改变口风 宣布为下架上市捧场 下架也好 林家也罢 有什么能比在他们自以为 最得意 最风光的时候 被打入尘埃 来得更丢脸呢 原来如此 掌权使要下场 那 当去 三大不朽世家 当前去送他们最后一程 没错 这位大人物 正是不决 我下架 有如此真荣 好 好啊 太好了 所以 请问小小姐 还在乎林渊的死活吗 林渊跟我毫无关系 他的死活更是无关 好 那既然如此 你们就好好地准备准备 迎接这 托 掌材使大人 好 好 那我就恭贺 诸位大人大家 林少爷 这位是 掌材使大人下了赵令 严同 掌命使三大家族 共赴你们下家的上师敲钟仪式 林少爷 我们下架 这就给云州百族广化邀请函 云州百族算什么东西 补军即将驾临 并且还有诸位大人物捧场 到时候 我会邀请地经重世家前来官 记住了 给补军准备一张至尊至贵的邀请 感谢林先生送我回来 那我回去了 林先生 宋总 夏家送来了上市敲钟仪式要请函 夏家的反击 这也来得太快了吧 是林仓 而且府军宣布了亲自为他们捧场 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打林先生连绵 而且恐怕是为了逼宋总连续前奉约 此人说梦 林先生 您既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那您为什么不能帮宋总一把 你是不是怕了 我是不是说过 两家联姻之事与林先生无关 莫要把他卷入乱局涉险 忘了 此事恰恰与我有关 我 给你一通谦选 好 夫君 夏家联同林家送来了之增邀请函 另外 我和王师农他们 我都知道了 稍后我会送此复会 稍后我会送此复会 不论发生什么 咱们都不插手 不错 我带你过去 求求求请三大家主不会再为难夏家 三位家主 林家林仓 有礼了 这位是 不用介绍 夏总 得府军看中 之前是我叶家都有得罪了 还望夏总海航 夏总 恭喜恭喜 祝夏总在府军的扶持之下 亦非从天 三位家主言重了 以后夏家 还要承蒙三位多多关照 这看来 府军未至罪 夏家而来 只是以讹传讹的谣言罢了 等府军驾临 一切不就都可以证明了吧 你这个叉掌 害死我夏家的白眼狼 谁给你的打死 竟敢擅长我夏家的上市 敲钟仪式 我腻歪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 是我擅长的 林彦 在场的诸位 皆是弟弟名义史家 而以你的身份 根本没有资格来观辞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离开这 夏家盛会 会欢迎你这样一个 狼子野心的小小人 欢迎于否 你说了不算 怎么 你是想摆出 你是府军替身的架子 来让大家敬你答案了 恐怕你想错了 我告诉你 不管是我 还是夏家 还是在场的诸位 你绝对不会允许你在这宣兵夺主 来与府军正规 今天我不再是所谓的府军替身 笑 府军驾临 为了避免惹祸 主动放弃了最大 看来 他今天所代表的身份 是我宋慈的丈夫 那么也属于地经名流之中的一员 为什么不能站在这里 谈笑风生呢 我想你搞错了 今天是夏家上市敲钟仪式 而主办方是我宁讲 你的邀请啊 你该不会是以为你是靠宋家继承人的身份 来护许的吧 恐怕你想错了 你真正的入场券 是我宁称的未婚妻 如果说我不承认的话 你觉得你有资格带他入场吗 我 为什么要需要你的成人 宋慈啊 别以为你这点小心手 我看不懂 你无非就是想迫不及待地宣布 宁愿是你的丈夫 来打我的里面而已 我告诉你 此举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还有十分钟 旅渊时间就要到了 所以 待他入场 你办不到 宋慈 之前宋慈压夏家一头 我无话可说 可是 今时非同往日 我绝对不会永远任何人再侵入夏家 同样 也不会永远任何人的小人 破坏夏家一飞冲天的器皿 你们夏家如我可以 但是林先生的为人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教 你 天主 何必跟他废话 滚出去 不要在这里污了大人物的眼 想让我滚 那夏家 也配吗 怎么 摆脱了 府军替身的身份 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大言不惭 也对 你还有最后的仰仗 就是三大富宿世家家族 叫你一声 林行 不知三位世家该 是何意 此事不到万不得已 我叶家 绝不擦手 我萧家也一样 我呢 想看出好戏 听到了吧 林行 三大富宿世家家主 是你为妻子 所以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资格 站在这 跟我叫小事 林曹 林行是我的丈夫 你羞辱他 就是羞辱我宋家 羞辱日后 与你林家 比肩的云州宋家 宋慈 你问问在城的诸位 就凭他人 有资格入场吗 云州百足 商务权入场 何况一个气序 滚出去 卑贱如蝼蚁 妄想跨越阶级 与我等为伍 可能吗 滚出去 说的没错 滚出去 那了吧 就算我能 让他在城的诸位 没有人 他 所以如果 乖乖的带出去 免得在这 九层 陷 陷 陷 林曹 夏家就算气量再大 也不会容忍你 三番五次的造词 如果说 你想在这里大闹一通 坏了夏家腾飞的气韵 那绝无可能 男人 把这个王八蛋 拖出去废了 给在场的诸位 卸饭 慢着 怎么 害怕 晚了 让他说 今天 你们一定要分个三六九等 对吗 没错 在场的诸位 哪一位不是地精 出生显赫家族 而你的身份 如同草剑 怎么能和我们这些参天大树 参天大树 忘得见青天吗 李渊 如果说我没有听错 你的意思是 你这位青天 纵观全场 哪怕是三大不朽 世家家族 也得站在你的脚下 足手称臣是吗 你说的对 我的存在 你们只配隐望 好 既然你口气这么大 那不妨拿出你引引为傲 高高赛上资本 让我们大家都瞧瞧 你到底有什么底气的 至尊之位 够不够我位居无上 这是夏家给府君的自尊邀请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张邀请函怎么在你这 说 到底干了什么 全无计送 你少在这信口思黄 能持有这张邀请函的 只能是府君 就算长财使再给你面子 也不可能拱手相让 明少爷 当初在天书新宫 这个废物就是凭正国保钱 作为作谱 我想 他一定是趁长财使大人不注意 自盗中宝 坚守自盗 亏得府君选他为替证 真是给那个传媳听 哼 笑柄而已 送个邀请函而已 夏家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这是让府君知道好 不怕 林渊 你到底要害夏家到什么时候 我夏家养了你六年 就算是块石头也应该无热吧 可是呢 你却不知道感恩 他在这里闹什么 林渊 你拿出这张邀请函 当着三大四家家主 你不怕三大家主 此事 又三家五出来 听听听听 连三大家主都要避嫌 免得惹祸上身 你这个王八蛋竟然敢 行了 跟这种同意 没有利益 除非 来人 把这个不知喜欢的东西 给我宰了 放手 你们在这干什么 拜见 掌财使掌命使两位大人 谁给你们的胆钱 敢在这胡乱造词 杨明使大人 胡乱造词人士宁愿 他不经过镇守府的允许 私自放弃了府军替身的身份 而且还坚守自盗 并且还拿走了夏江 送给府军的邀请函 以下犯上 邀请函 是我给林先生 何来坚守自盗这处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属下明白了 府军之尊 不需要像至尊 邀请函这种外务加持 以示尊重 这是我们多虑了 是夏家多辞与警 请大人见谅 既然林先生已经喜庆嫌疑 那就有资格入场 官礼夏家敲钟一事 宋小姐 您和林先生自然有资格入场 林家容不下 帝京世家名流也容不下林先生 可现在长财使长命使认同 你还要赶他走吗 既然邀请函没有送到府军手上 你已经做过 现在只能以帝京宋家 帝京宋家排名第九 刚才诸位在嘲笑林先生 以及夏家 也该靠标站了吧 林先生 咱们不用理他们 既然他们非要分个三六九等 那这不是咱该有的牌照 那是 他们应该毕恭毕敬 行三寇九拜之礼 赢你我走到登天之位 三寇九拜 登天之礼 不错 这就是我们应该受的领域 放 这个位置 领域属于府军 再次敲响夏家上市之中 命夏家 杨明大游 有何不可 然之登天之位 你觉得就算长财使长命使两位大人再给你念过 能力保 我们在府军面前不被制作吗 我 保不了 姿势体大 当上报复军 我 都知道了 谢谢林家 尽尊到美主道理 林云 刚才你受了他们的关照 保住了颜面 为什么不知道最好救生呢 夏庆祝 你眼界太小 杜策不了我的高度 好 我就看着你这个自大方去词 两位大人 在下有个提议 是吗 宋慈 时间到了 该旅行指令 一送两家年 这个静命 就由你 来猝死你人吧 林曹 你别太过分了 什么 宋慈 你被这个蝼蚁 他的提神秘义哄骗的 不知道什么内容呢 好 那我提醒你一下 第六年为期堂住 云中宋家 堪比 必经人家 两家联谊之事就此做吧 但是现在 即便只有长才 这大人给你们做之 你们云中 更加 也不过 并经人家 发敌 所以 宋小姐 是天子做狠 可望想六年类 以义气之力突破壁垒 连化数个间歧 不自量力 我记得放眼大眼 只有一个人做到过 不错 那个人已经死了 如果不要折的话 您家 的确是第四大不小事件 我是自愧不如 那当然 这两年 你林仓 也不是活在对方的阴影之下吗 宋慈 认错就得有认错的态度 你知道吗 现在 亲手处死他 想让我认罪 可以 但林约何罪之有 就凭他说了一句 登天而上 你们就要赶尽杀绝 这未免 也太小题大做了 不禁辅君万死难恕 这就是他的取死之道 来人 让他喝了这杯毒酒 以前的事 我可以一笔勾小 宋慈 能死在你手里 至少 他不算太难看 林约 我尽力救过你了 是你自己不争气 你办 赶紧 喝 喝 赶快喝了 我说过 从天赋你了 我不赴君 今日 君我一命 保你周全 现在你们满意了吧 林先生 放心 安门 要不了我的命 明月 我就想看看 你能走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这杯酒里面 可是天下第一奇毒 就算长命是 他有心救你 也数不测 所以 你早就做好准备了是吗 没错 当他破坏 两家年营的时候 这杯毒酒已经属于他了 林约 无论咱们两个筹刺到什么地步 我都会为你选一块上好的墓地 年年祭拜 不必了 你留着给他吧 林约 你不用在这儿乘口 我告诉你 林宋 那里 整个地经上上下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而现在 没有人帮的 也没有人 你现在说这些 毫无意义 你什么意思 夏庆主 希望我们俩死后 你可以不计前嫌 把我和林约葬在一起 至于龙心 就当做是谢礼了 好感人的爱情伙食啊 宋子 你为了一个死的 你值得吗你 你不值得 但 林约他值得 你是该履行婚约了 先生 将死之人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这样 等你死后 我就不错 不养约了 谁说 他履行婚约的对象 就一定得是你了 你怎么意义 这都听不明白 宋慈当年的未婚夫 可不是你林仓啊 不错 即便是时过境迁 那个人创造的辉煌 是我们三大补朽 世家也得仰望 是啊 他的父亲 带领排名连吊车尾都算不上的林家 位居第十 而他更是让林家在短短几年之内 一月排名第四 震撼大烟 韩大家主 何必羞辱林家 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吧 就算 可是这个人已经死了 你怎么确定 林家继承人已死 怎么确定 我杀他 我亲手宰了他 你觉得他还有活路吗 怎么掌命是大人 是要追究我的责任啊 追责与否 我在乎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年纵横大营商界的时候 每次是你跪在面前 恭请赐教 不仅如此 还有你的父亲 卑微如臣子 即尽阿谀奉承之能 父子俩 拖累林家无数次后退 寇年在同族之情 一次次不久 可你们干了什么 残杀我 活埋我父 如今还要逼迫我的妻子 可能吗 不错 我 地经林家继承人 林渊 诸位 好久不见 我听到了什么 他说他是帝金林家 林渊 这怎么可能 长音在首可不抗龙 他不提自己创造的那些辉煌 他父亲可是林长音了 就算在那场变故当中活了下来 又怎么舍得跑到云州下家当罪婿 看来 无论是云州 还是地区 都给骗了 林渊 这才是真正的你吗 他 真的是你吗 宋叔叔虽然不在了 以后 也不可能有人再欺你分毫 林少爷 刚才多有得罪 地经赵家甘愿请罪 地经许家甘愿请罪 我的甘愿请罪 林沧 你现在还有脸说 你是林夫人的未婚夫吗 那个人已经死了 死了 我杀的 我杀的 你不用刻意提起 你知道的 不过是我想让你知道的 不然 你觉得你真的能杀得了我 我 就算如此 就算你能说出这层声明又怎么样 无尽夫亲 而且 刚刚已经喝了这杯毒酒 你彼此无疑 弟弟许家 愿报林少爷 地经赵家 愿报林少爷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也要为林少爷解 你们胡说什么了 疯 林沧 林少爷才是地经 林家真正的继承人 当年林家发生变故 大言商界 也生了一场变故 是林少爷留了后手 救了我地经重世家 不错 抛开这些不谈 就凭他是林长英的儿子 我等死也要保 林少爷 如果你在林几年 像疯狗一样乱有人 那么这些年允许 你执找林家 算是台军 怎么 还想要我的命啊 林月 你该不会真的觉得 你你一人之事 就能颠覆我林仓 颠覆地经林家吧 所谓颠覆 一句话 一句话 就想颠覆我林仓 拥有的一切 你给我瞧瞧 镇首府以及三大师家 都是袖手旁观 你有什么能的 谁说 我叶家袖手旁观了 覆面林家 难吗 何必林先生一句话 陆家 愿带尊者劳 单位这么说 倒显得我镇首府无用 你们 要为了给一个死人找面子 你还这么大的玩笑吗 林仓 你始终得不到 地经上流的认可 是有原因的 就比如现在 你依然没有看清 林先生是什么样的存在 怎么 府军赏是我林家 难不成 你们是想联合起来 捕逆这位传奇吗 捕逆谈不上 不过就在刚才 京都林家 已全部被清理干净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我林 少爷 不好了 镇首府突然发烂 血洗林家 脑袋他们全都死了 你做什么 少爷 林家完了 您滚 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成为林家继承人 从来不是你的荣耀 你唯一的荣耀 就是你姓林 事实摆在你眼前 信与不信 毫无意义 恭请林先生 登天而上 引进风流 我说过 要以林家继承人的证 绝不适应 现在 收一紧 好 慢着 林 我承认 你之前说我们层次不同 这句话很对 但是 你不该解释一下 为什么入追我夏家吗 解释什么 当年 你失去林家继承人这个身份 我夏家还只是一个小门户 你为何入追我夏家 你知不知道 一旦你的身份被查出来 我整个夏家都要被你害得九族覆灭 还是说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我夏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招惹到了你这位高高在上的林家继承人 这也制作 代言 我还是这么不堪了 好 告诉我 我入追夏家 已经你救过林 仅此而已 我只是要一个答案罢了 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我来给你答案 请主 别跟他废话 他舅舅不被毒死 也会被府军给杀死 我们还是赶紧公议府军 办件府军 我们要不要 不必 坐起来吧 府军 夏家等你赏识 无上真容 我女登天来袭 敲响夏家上市之中 不急 林仓呢 林家林仓 拜见夫君 那样子 可是刚受了什么欺辱 回府军大人 若您所说 我替夏家举办了这场上市敲鲁民事 可是 这宁愿 也急送辞 两人不顾府军之尊 并且 或者 我学习我您家 还请府军 帮你做主 好 那他人呢 哎 宁愿 宋实 见到府军 为何不败 毫无大的勾胆 那你不妨问 就算我胆大包天如何 军大人 您看 这个胆大包天的狗屎 哎 看欺辱 看你才是好大的胆子 你弄错了吧 您要是盗取小人 小人 绝不改变 但是 不打问一句 你是错 你错在谋害林渊父母 想要霸占他的家主之位 你错在意图霸占林渊未婚妻 犯残无次欺辱于他 夫军 这我走了 你也配向我解释 我 你 就是夏清竹 是 你以为 我真的是为你夏家上市捧场而来 照着镜子 那可你夏家是什么样子 不过就是让林渊看清你的嘴脸罢 夏清竹 夏清竹 告诉我 抛弃林渊 我该治你什么罪了 夫君 我的罪名 只是因为抛弃了林渊 对 只死一条 夫君问罪 我无话可说 可是 对于林渊 我问心无愧 只是因为他不是我对的那个人 不后悔 也对 一直在心安理得的享受 林渊对你的付出 还不知回报的你 又怎么会在乎他的真心 林渊 你和夫君的关系 宋司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那我告诉你 好了六年 没想到你竟然躺在云州这一方小池塘 你知不知道 我找你找的好苦呢 这么说 夫君还想怪罪呢 我哪敢治您老人家的罪呢 没想到 我没拜给夏青竹 竟然拜给了你 兜兜转转 你们还是完成了当你的婚约 林渊 这才是你有恕无恐的底亲吗 夫君 我跟林渊 不必解释 夏青竹 我不甘心 输给你 我心甘情 雷芳 请我滚过来 林渊 前所万所都是我们所 没想到 你居然成为了夫君的面手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做对了 听到了没有 他说 是我的面手 你大没笑 忘了你的规矩了 林渊 你赢了 你不仅夺回了林家继承人的身份 还成了夫君面手 我心服口服 但是 你看看你的选择 林渊 你不要在这里挑拨了一剑 让我对他有选择 难道不是吗 气质就摆在眼前 他最后还会对你全心全忆 林渊 你的狭隘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我不妨提醒你一下 你是否还有什么滴落 怎么样 我问一下诸位 权 材 命 镇守三十 哪一位和夫君的关系最为听见 长天使 只长镇守府 上下手以及百万军马大人 和夫君大人形影不离 论地位 您和长台使大人 略信 我们的确不如掌权大使 不过现在 财命两矢可都在场 你 难道 你是 反应还挺快 看来 你还站在场 那我再问诸位一句 我和长命使都在 那长权使去了哪里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长财使陈无尽 我 长命使王神农 我 长权使 叶心腾 恭敬 古军归位 这 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地经叶家 地经萧家 地经陆家 恭敬古军归位 恭敬古军归位 凌云 辅 府军 不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是府军 不仁呢 你的质疑 谁会在 年礼 凌云 你真的是府军 对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为什么要 我早知道 这是 你一直片面的曲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现在还觉得我入坠夏家 是能害死夏家吗 夫君庇护 夏家堂飞 给夏家做了什么 夏家 完了 你得完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时前期 我的妻子是宋慈 你的警示不值得我亲 我的腿 我的腿 我也说过 卢从口的路必造反之 现在你信 秦宇如 李玉 你毕竟跟庆祝夫妻一场 你怎么能这么恨心 就夏家荣耀 心差残起 又如何对不起夏家 但幸福的局面都不会遭到她的事 知道卢丁 夏家 自生自灭吧 至于你 你 我走了 是我永远不是太神 我这都是当年有一个大人物的指使 我是被冤枉的 你也可以提灵 自问谢罪吧 既然你不肯放过我 那咱们就与死亡 大人一起死罢了 是吗 为什么没法走 我这一生的医术都是府军传授的 尚且能做到百度不清 你觉得以府军的能力 会在乎你口中所说的 跟下第一期度吗 走吧 赶架分数新宫 完成我们的大王子 令月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太迟了 我开始好奇 这些年 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如果你不觉得厌烦的话 回头慢慢的影响 无论多久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甘之若迹 厌主 如常你早为日常 许诚 许大人